這台4吋的Micro Apex 已經組裝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成為我之前所說呢 4吋級我覺得 這個尺寸真的是蠻特殊的 在市面上也算是少見 我看過4吋的遠行 4吋來說 我自己覺得在講頁上面是 選擇性是比較少的 不然4吋這個 說真的有點尷尬 下面有3吋嘛 甚至3.5吋也有 然後上面的話有5吋 尤其5吋又超級好飛 所以說這個4吋會比較 比較少的原因 或許也是這樣吧 因為它就螺旋槳尺寸大一點點而已 而且4吋槳真的太難選了 不過你看這個4吋槳 這個是前鋒的4023 4023我想再飛應該也是不錯吧 然後前面鏡頭的部分呢 是用那個叫做我開架 看不清楚忘記了 剛剛看的鳳凰 我是第一次用這個鳳凰 這個評價也是非常非常高啊 很期待 這鳳凰實體我覺得蠻好看的 它那個藍色我以為是普通的藍色 結果是有點類似那個金屬藍 蠻好看的 那電池的部分呢 一樣用這個格式的650電池 我這個是1.0的 1.0版本的6504S650毫安時 然後C數 C數怎麼擋住了啊 C數我看一下 C數 95C啊 C數擋住了 我這個不暴力飛啊 我也不會暴力飛 我就只能簡單的順順的飛一飛 給大家看 那今天掛的一樣是 Insta360 GO2 算蠻輕的 簡單的飛 趁現在還OK 現在比較沒有人啊 我一樣趁這個休息時間 趕快出來把這個拍好 給大家看一下 那後面用的是 櫻桃天線 這個Rush櫻桃天線 但我覺得太短了 因為我手邊沒有多的了 我只有這個短的 你看這樣飛 可能會被電池稍微遮擋啊 之後再把它換大一點的 換長不大 換長一點的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進行這一台 Micro Apex 4吋的穿越機試飛 試飛環節 到底4吋飛起來是什麼感覺呢 我也不知道 哦對 這是寬插的哦 寬插結構 我本身是很喜歡這種寬插的 好 看看 準備來試飛吧 那我現在就要直接開始起飛 那我現在就要直接開始起飛 慢慢的 誒怎麼有人呢 一飛就有人啊 先不要過去 先慢慢的飛一下 感受一下 哇這個 1404的電機 1404配上這一個 4023的獎 還可以啊 我是3600kb的 還可以還可以 我的鏡頭好像沾到髒東西了 有塊霧霧的 慢慢的飛啊 慢慢的飛 這邊有時候訊號會不太好 所以 要小心一點 轉圈回來 還不錯 哎呦 回來的話 畫面那個雪花比較嚴重啊 這是可以預期的 因為我後面的天線比較短 簡單的繞一下 今天也是非常非常平順的一個試飛啊 往前的時候訊號都沒問題 掉頭的時候 訊號就很差啊 我的圖傳是畫骨龍的飛鏢圖傳 350毫瓦 其實350毫瓦在很多空曠地方 我覺得完全是 哎呦哎呦哎呦 我剛剛敲到那個樹的那個鬚鬚啊 剛才說到哪去了 350毫瓦其實是蠻夠用的 只是在市區我覺得真的是不太OK 因為市區的干擾太大了 當然啊這個圖傳訊號 不是只有說看這個發射功率 它影響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好這邊目前的話 慢慢的飛 感覺沒有什麼問題啊 我用的這個數據全部都是原本的啊 完全沒有動 我很慢很慢的這樣子 肥 繞一下這個涼亭這裡 可以可以啊 油門推大一點 這個油門我覺得 又有人啊 我覺得動力並不是說太強啊 哎呀這個掉頭的時候 干擾好嚴重啊 當然因為 1404本來就是三吋機比較適合 稍微的調一下 看一下這個弱的方向啊 還可以還可以 沒有太奇怪的震動 就是回來的時候比較 掉頭比較恐怖一點 那個訊號這樣 左右左右看一下 高一點 可以啊 震動上還OK 有有有有 直接這樣下來 平拉下洗漿是一定的啊 哎呀這樣子 洗漿還是有 再調一下 需要再調一下 沒關係我們今天就簡單的試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PID原廠呢還是應付的來啊 但是在可以再做一些優化 你看我要掉頭了 我這超怕掉頭的 我個人對這個雪花有一個 莫名的恐懼感啊 你們也會這樣嗎 簡單的啊 這個掉頭就好 不是PS掉頭 哎呦 有有有有有有有 這高一點 你看 我這裡都不敢飛太高啊 因為這個地方 干擾蠻多的 再試一下 可以可以 所以原廠的參數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哎呦又有電線乾啊 我今天是坐著飛啊 因為 我想說一下 因為今天這個腰受傷了 不舒服沒辦法站著啊 但我發現坐著飛 很爽 坐著飛不錯啊 我看以後坐著飛算了 雖然有點不習慣 但是不錯至少腳不用站那麼酸 現在是3.6V啊 我再換一顆電池 再換一顆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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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可以可以 就如我剛才所說的啊 這個 原廠的數值是還不錯的 但是可以再更好一點 哎呦這邊樹好多喔 這樣子急轉的話 那個洗腳是一定的啊 不是設定的關係啊 是因為這個動作的關係 哎呦那邊有人 好 第一點 一空飛行看看訊號人 可以 還可以 不理得 這樣子來說 整體來說沒有什麼問題啊 唉呦好像是不是有蚊子啊 沒事 有 totgo 突然爆信號地嚇我一跳 要我整個抖一下 這什麼東西啊 嚇死我了 剛才 那邊的確那邊是六狗 這裡路上也有人 那我不要過去 我就在空地這邊好了 空地這邊就好了 整體來說這一台 沒有什麼 我剛剛 手摸到那個 摸到我的換那個Rate 嚇一跳嚇一跳 剛剛又說到哪了 這台Micro Apex 4吋呢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說到這個刷鍋 我也一直很想把它練好 但是刷鍋超難的 是說基礎動作 不會說很難 但是要很穩定很漂亮 好難喔超級難 你看 我都上上下下的 還有這個 控膏也是啊 我真的是希望啊 今年能夠好好的來練習 我記得去年就已經講這樣的話了 結果 沒有辦法因為上班 佔用太多時間 下班後又沒有多少時間可以飛 變成說要模擬器 模擬器多練 但針機的手感還是跟模擬器不太一樣啊 試一下試一下這個 你看就刷不好 刷的不漂亮 刷的不好看 還有這個轉彎 但我也是 轉的 我都覺得我轉的不俐落 真 OK 之後啊 這我來 我來 拍那個開個單元好了 就是我們一起練 一起練 跟著我一起練 我也不會啊 我也練 我也飛等差 我們一起飛嘛 大家一起來練 刷一下刷一下 你看 亂七八糟 對不對 刷那麼醜 油門控制非常重要 穿越機油門控制 引起了 好 那 哎呦 放電壓低啦 那麼 我現在這個慢慢的選擇 簡單的 說一下 這台Micro Apex 4吋的穿越機 我是穿越機 我剛剛講話穿越機 台灣槍 亂七八糟 呃 4吋的穿越機 我是第一次飛 我覺得飛起來 其實啊 非常 像 3吋 跟3吋的動態 是非常相像的 但是 注意這邊 但是 可能啊 是因為我使用的電機 是1404 3600kb的電機 本來就是屬於3吋在用的 所以說這個 4吋 應該我覺得 我看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2004電機 動力應該會更猛一點 但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就是因為機架比較重 4吋機架 爆電壓低我先回來 好飛回來了 到我剛才還沒有講完 就是說 我剛才講到哪 我忘了 哈哈 我剛才講什麼 最後就是接到哪裡啊 好像是電機吧 看一下 這個電機基本上沒有溫度 不錯 不錯不錯不錯 這個4023我覺得效率蠻好的搭配 即使是搭配這個 1404 3600kb 也不會說 整個 這種 笨笨的感覺 也不會 我覺得響應還不錯 反而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殊 這個勾案 關掉 趕快講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這個 在這個效率很好 他在動作上不會說 像5吋 如果說完全的 沒有做任何設定 直接 或是一些比較高的rate 他的動作 響應速度很快 然後 尤其油門的部分 是非常激進的 那因為 這個小一點的電機 稍微重一點的機身 但是 這個推重筆 還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注意一下 這邊 不是科學測量的 是我 個人的手感上 覺得 這樣子的推重筆 好像還蠻合理的 有一點像是那一種 5吋的花費機 然後 你把它做一些 油門稍微削弱一點的 這種感覺 很舒服 不會說整個 衝力非常非常強 無法控制 不會 蠻好的 只是我覺得說 這個電機 如果換成2004 像普遍這樣的設定來說 是會變什麼樣的感覺呢 2004配這個4023 或許會更猛 對不起 不是或許會更猛 那是一定會更猛 好嗎 好啦 哎呀不講這麼多廢話 我要趕快去上班了 今天這個 很無聊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 再見吧 拜拜